爹 爹 孩儿的确在害怕 你不是为了去益州而害怕 你是担忧秦桑的安危 我这个好儿子 倒是个情种 我让老二去脱一脱离重年 爹 二少爷 你每次一到我这儿 我就心惊肉跳啊 怎么 我一连肾有三头六臂啊 那倒不至于 只是我知道二少爷 您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哎呀万一 你这舍不得大哥上我们一周 临时反悔喽 我也好回去跟李大帅提前有个准备 其实都知道 李帅的手下姚使长 还有陈都军他们 都知道李帅这次是忍辱负重 他们早就心有不甘了 如果这件事情 一直这么拖下去 久久得不到解决 那我想 李帅在义州恐怕很难交代啊 好不好交代 那是李重年自己的事情 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事 此次义州之行 不是我大哥去 而是我一家三少爷去 至于何时启程 定了以后 会派人告诉你 他还是在家里面 在这上有关 还是我用来的 去看一下 你还有脸来见我爹 二嫂 我无愧与师父 为什么不能来见 你还好意思 当着我爹的面这么说 幕后之事还逍遥在外 亲手杀死我爹的那个凶手 还被你们一家给包庇起来了 你还说你无愧 二嫂心中有火我可以理解 但我就要去益州了 何必还要再把我牵扯进去呢 而且我已经折磨了潘剑池 引出了梁星北 在我离开益家之前 我把我能做的全都已经做了 二嫂加入益家 就是我们益家人 何必要分你我呢 我之所以嫁进益家 是因为我爹的嘱托 我爹交代我的事情 我已经做完了 可是我想要为我爹做的 却远远还没有完成 而你这个做徒弟的 宁可去益州送死 也不愿意留下来为师父报仇 二嫂 如果师父在天有灵的话 我想他希望你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一辈子 而不是心中一直带有怨恨 我此番去益州 如果回不来的话 就算是用我自己的命 代替我自己 替秦桑向二嫂赔罪 我自己的命 你不去 你不去 我必须不去 你不去 我必须不去 你不去 你不去 我必须不去 线条简单了一些 重心也不对 颜色单薄了一些 整个画面的体积感也不对 我画的是我心中所想 不过是图个乐而已 用那些技法框架 对我的画质指点点 反倒失去了意思 原来是落入下诚 坏了他人的心境 可是你这画的是哪里 既不像前平 也不像浮远 我的梦 我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在那个梦里 有一个人拉着我的手 告诉我 别害怕 我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你们是在捉迷藏吗 做梦都是一段一段的 最终记在心里的都是感觉 哪有什么逻辑 在你的梦里 拉着你手的人只能是我 如果你敢说是别人的话 我就把你的梦撕碎了 告诉我 那个人是谁 他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能让我感觉 我被保护的人 他就像太阳 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要拥抱的 在他温暖的怀里入睡 永远都不想醒过来 我会保护你 我想要把你藏在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保护你 你就想把我丢在一家的这个房间里 把我锁在这个保险柜里 你这不叫保护吗 这叫囚禁 如果囚禁能让你活着 我会不顾一切地这么做 但是我知道 相比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 你更想要快乐自由地生活 你为我 絕對不許 拿自己的命開玩笑 你的命跟我的命 連在一起 你若是死了 我也絕對不活著 你說呀 這天下間 怎麼能有你 這麼蠢的女人 因為你有太多的畫照 我只能用最笨的辦法 來留住你 真漂亮 別鬧 我說的是畫 這幅畫要表多長時間 三少爺 您這畫呀 要上四層的光油 上完光油之後啊 還要三四天才能乾呢 這乾了之後呢 還要打蠟 磨光 還要 我就問你 我最快多長時間能拿到 後天吧 後天您就能拿到這畫 後天我都已經在益州了 誰來拿啊 我幫她拿 米小姐真是神出鬼沒啊 是不是我走到哪兒 哪兒就有米小姐的眼線 去通報你啊 你生命遠波 想要找到你也不是難事 是 這幅畫 筆觸和結構 都很幼稚 看了讓人心裡亂糟糟的 這幅畫全天下的人 看了心裡都亂糟糟的 只有兩個人看完是平靜的 你們夫妻的歸房之樂 我沒有興趣 我只是替你擔心 好日子還沒有開始就要結束 你是不是要去益州當人質 米小姐真是消息靈通啊 恐怕這件事 連傅榮才都不知道呢 我也只是猜的 今天大少爺沒走成 我就知道事情有變 要麼是一家 決定殺了富榮才 直接出兵一州 否則就是調換了人血 一家三少里面 大少爺是好妻 而你卻是棄子 用棄子換好妻 一家的人還真是精明 李重年不就是想要一個 財政的人才嗎 既然這樣 我們一家就得讓他看看 我們一家精打細算的本事 為什麼你拿自己的生命做賭主 你還能自得其樂呢 我捨得讓你和秦桑去歐州 但我捨不得讓你去死 米小姐也算是跟我經歷過生死的吧 每一次都幾乎身逢絕境 但哪一次又不是車到山前必有路 柳暗花明幼村 人不能只靠運氣活著 你現在運氣多別人幾分 但是日後難保會如此 運氣有的時候是老天給的 有的時候是人為的 都說時事造英雄 但人能造時事的話 這運氣擋都擋不住 老闆 最晚明天 好嘞 三少爺 您慢走 這如果是讓三公子跟我回歐州的話 我還是比較擔心的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經濟人才 讓他們兩口子到了歐州之後 那還不得天天這流水席 夜夜給我生平呢 老三在我們福遠 總領商務 去你們歐州做個經濟顧問 不夠啊 那都不是 關鍵也要看他是不是 真的想幫我們歐州啊 萬一他打著幫我們歐州的名義 最後成了我們歐州的蛀蟲怎麼辦 傅先生 有任何不滿 用他跟我說 這戰場上啊 書家 是沒有資格說話的 可現如今大帥仁慈 給足了你們面子 留了一個人質給你們 這要是按照我的意思 早帶兵打到你們歐州去了 好 就按二少爺說的辦 那通知三少爺趕快收拾收拾行囊 我們即刻啟程吧 這時間的事 不是你說了算的 好啊 大帥的劍法果然是高明 舅舅 舅舅 父親是想跟您來一局啊 不行不行 我的劍法怎麼能跟大帥比呢 舅舅您就來一局嘛 都是一家人 而且父親說過 您練這個比他練得早 劍術高明 那好吧 那就玩一局 父親得分 父親得分 舅舅 您有多久沒有訓練了 這剛上來一會兒 您就連輸了八分 要不是父親手下留情 我看您連輸十分都不止啊 我不用他讓 想當年他還是我手下敗將呢 父親得分 舅舅 您什麼時候贏過我父親啊 前緣四年 舅舅好記性 那三一娘是哪年去世的 舅舅 您不是好記性嗎 怎麼這個都記不住啊 前緣六年 那是否一理頒葬 是不是被人陷害的 是何人陷害的 並沒有陷害 都是因為 敏娘 這個糊塗的女人 心裡全是一老六 哪有我這個兄弟啊 幫我一番心血 你說什麼 你 你不是大帥 沒想到這件事情 和我母親也有關係 我第一門婚事 是張希坤立竹娶的她姐姐 夫人過門之前 我連她的面 都沒有見過一次 只是在拜堂的時候 看見過她的手 那一看 就知道是一雙屬於 大家龜秀的手 白嫩的能掐出水來 枝骨細細細的手 都怕拉著她手的時候 萬一用力過頭 讓她骨頭碎掉 大夫人出身名門望族 想來從小也被幹過 那些粗重的活氣 現在我對她的樣貌 都已經記不清楚了 只記得那雙手 她經常當著管事的面 翻著家裡的帳策 指尖一點 幾個管事的就一斗 我當時就知道 我的家可以放心地 交給她打理 我以前在宮裡的時候 聽說過 官家的小姐們 雖然身在規格 但自小都會請師父交洗 六義精通 做夫人的精髓在於長家 大夫人的手 或許沒我這麼巧 但一定有一顆七窍玲瓏心 她的心我不懂 你知道嗎 有一次帝君趁我不在 攻打服員 等我逼退了帝君 我回家的時候 二夫人三夫人 都跑到我懷裡哭 大夫人卻只在遠遠地看著我 說家裡一切安穩 後來我才知道 家裡當是亂成一團 還有盜取財務 想逃難的下人 夫人將他們捉住 當場殺了 才立了威 讓那些異心者不敢放動 大夫人如果是位男子 肯定能幫大帥您治理一方了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她也是能殺人的 有這樣的夫人應該是好事 但我卻無端地對她更為疏遠 大帥恐怕是覺得 明明人前是那麼溫柔的女人 卻有著殺人不眨眼的鐵腕 和這樣的女人共枕 睡也睡不踏實是吧 後來我去她那裡的次數 越來越少 去三夫人那裡的次數 越來越多 二夫人還會吃醋 耍些小心 可是她卻從沒有半分怨言 你說一個女人 真的會這麼大度嗎 大帥果真不是女人 竟然問出這種問題來 那你能知道 她是怎麼想的嗎 大夫人已經頑固 懷秀去揣測她的心境 這是大不盡 更何況有些事情 還是只看表面的好 人總是喜歡把所有事往壞處想 我也一樣 有些事情 越想越深 越想越怕 大帥你還是自己琢磨吧 你說得對 既然人已經死了 什麼都沒有意義了 今天突然想起這麼多舊事 范先生還沒有死的時候 我還能跟他唏噓一番 他現在沒了 就只有你能聽我啰嗦了 啊 聽說今天三公子就啟程去歐洲 我給他們夫妻做了件披風 全當是送別的禮物 這件禮物 我帶老三收起來 只可惜他去的不是歐洲 而是代替老大去義州 去義州 那豈不是要做人質 如果以後 義軍和夫君再起爭端 那 老三自己執意要去 既然是他自己下定了決心 就由他去吧 可是我倒是有一種感覺 老三似乎很想當這個人質 立刻命令潛伏在義州的人馬 一定要把李重年給我盯住了 一旦他有任何異動 先把三少爺的命給我保住 是 我跟老三 從小到大爭來奪去的 可我怎麼也沒想到 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早知如此 我就應該把老三 直接流放到歐洲 我也不願意看他 替大哥去義州當這個人質 可大少爺和您才是同母兄弟 說句實在的 若是論親疏遠近 三少爺的確是最好的人選 林志啊 記住 兄弟之間 絕不能有這樣的選擇 也怪我 當初沒把李重年徹底打垮 要不然 今天老三也不可能去義州當人質 他這麼一走 就算將來我繼承了一家的江山 我也沒臉坐下去了 你怎麼穿著我的衣服啊 爹 你猜我贏了誰 還有人跟你對戀 我贏了張希坤 這個草包 贏了他也不稀奇 你 最有意思的是 在基建的過程中 他透露了一件事情 是關於我大娘和我親娘的 不要再說下去了 爹 我娘當年真的是投水自盡嗎 無論真相如何 都不要再查下去 看來爹知道我娘死得蹊跷 有意思的是 我娘的死 竟然牽扯出這麼多陳年舊事 懷修說得沒錯 有些事情不能想得太深 我也不敢往下想 生怕捅破了最後一層紙 連自己都騙不過去 可到最後 你還是要把他捅破 你是要報仇嗎 你要找誰報仇 爹 如果你讓我替審張希坤 我一定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但他現在是福州的主席 那他也有可能是 殺害你妻子的兇手 你知道嗎 我六個夫人 沒有一個是平白無故取進來的 包括你娘 你還不知道 你娘的父親 是前朝的將軍 江左的水師 就是你娘的父親 是我岳父一手帶出來的 贏許大夫人 也是為了給我產平江左的政壇之路 你以為張希坤是一個人嗎 他背後是整個張家 信不信 你明天提審了他 後天整個張家就會去投奔李重年 張家如此依附我 是因為我們一家 未來的接班人就是老二 他身上流著一半張家的血 是 爹 您身為江左的強者 卻保護不了自己的妻子 我真的替您感到悲哀 正因如此 我才能成為江左的強者 是啊 而我不想要江左 也不願意咬天下 我寧願成為保護珍惜之人的強者 三個兒子中 你最像我 你去宇州不還是為了調查真相嗎 你不是說 要保護珍愛之人嗎 現在秦桑就在你眼前 等著你去給他幸福 你卻要調查 一個早就應該被遺忘的人的死因 讓這個機會白白地溜走 看來爹已經知道我留在這兒的目的了 你要去留學時 步履沉重 心事重重 你要去當人質的時候 卻是腳步輕快 我一直覺得 你一定要去當人質的動機 可沒想到 居然是這個原因 爹說得沒錯 但如果我不去查的話 誰還能替我娘 找出死亡的真相呢 你娘都已經死了 無論如何 人死不能復生 為了十幾年前的事 放棄了自己的一切 你覺得值得嗎 真的查出來又能怎麼樣 爹 我娘不能白白地死 既然死了 我就一定要找出當年殺害她的兇手 讓她血債血償 恐怕爹早就已經把我娘 丟在了記憶的角落裡 就連見到我娘的遺物 也毫不猶豫地丟掉 好 我不指望你 我也不會再麻煩你 我娘的仇 我自己報 老三 老三 看來閩洪玉 是你嘱咐她上山的 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你娘 對你娘的情 是我最大的弱點 這個弱點 不能讓人知道 二少爺 你現在速速帶人回義家 控制住三少爺 封住他的嘴 否則就會有大難了 什麼大難 大少爺已經和三少爺聯手 調查三夫人的死因 三娘的死 一直是老三的心結 如今大哥願意幫他 那自然是一件好事情 倘若老三有任何的需要 我也在所不自 二少爺 這件事千萬不能查出來 一旦查出來 對你娘的名聲有損哪 他 這件事情跟我娘有什麼關係 沒 沒事 但他肯定是衝你娘去的 大少爺心慈手軟 竟然同老三一起查此事 一連凱交話多頓 說不定 早就設下了什麼套 讓大少爺鑽呢 如今他肯定想用此事為由 破你娘一盆髒水 無限你娘 為了爭寵殺害三夫人 那你想想 要是大帥真的相信了的話 說不定 就會偏袒大少爺 舅舅 你多慮了 老三明天就要走了 不管是調查真相 還是設下圈頭 這一天的時間 怎麼都不夠 更何況父親和母親之間 向來關係冷淡 我娘怎麼可能為了爭寵 去殺害三娘呢 二公子 我可打索你出生開始 就日日為你籌謀 問你擋了多少風雨 現在你這是自毀長城 舅舅 不管大哥跟老三要說什麼 做什麼 都是我們一家兄弟的事情 跟舅舅不過 再者說 就算老三要設計陷害我娘 可到了父親那邊 也自然會有個攻端 不老舅舅造型 你怎麼就不長進呢 這樣下去 我看你 早晚又丟了 這到手的一家江山呢 爹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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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夫人懷是我 從我娘的屍骨裡 挖出來的 我娘沒有被風光下藏 只是被人草草埋在了老宅的後花園裡 我還經常去看那片繡球花 從我娘的屍骨上 踏過去無數死人 你聽到這些 您都不心疼嗎 我心疼有什麼用 他回不來了 老三你聽我說 不要再查下去 否則你一生都會包裹在 無能為力的痛苦之中 你會質疑自己 回憶這個世界 你周圍所有曾經真愛的一切 都會黯然失色 仇恨 會摧毀一個人愛的能力 你難道想變成一個 被復仇信念所操縱的機器嗎 爹 你明明知道 我要留下來的目的是什麼 我求你了 我求你讓我提審張希坤 我不求報仇 我只求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難道都不行嗎 我不想 做一個總讓人失望的父親 但是我已經退無可退了 可您卻還有那麼多的顧慮和但是 所以您才會受人所知 而我不一樣 我已經是人質了 命不由己 爹 如果您不幫我查清楚真相 我再也不會求您 老三 叫我幹嘛 局勢剛剛穩定 誰想有動作都會束手束腳 被千萬雙眼睛盯著 你這個人質 暫時還不會有生命危險 即使李重年不殺你 但是那個富榮才也會殺你 他一定會著機會下手 我可以給你一樣東西 讓李重年不僅不會殺你 而且他要保你 你要查你娘的死因 首先要活命 你是我的兒子 早就繼承了我的血脈 我已經無力保護你娘 我不想再看著你出事 你不考慮自己 你就不考慮 和你共同冒險的秦桑嗎 好 我離開以後 二少爺有沒有後悔 這二十多年的籌謀 竟然一回再回 二少爺 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明白 你已經被推到懸崖邊上了 林遲 此事不能告訴二少爺 您儘快抽掉一隊人馬 一旦三少爺離開義府 立刻讓人綁了他 什麼 爹 您讓我背著表哥 綁架三少爺 現在只能如此 不行 我不能違抗他的命令 你說什麼 爹 您曾經說過 我這輩子就是跟著二少爺的 我不能背叛他 好啊 好啊 好 如果三少爺 真的把當年的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我告訴你 不光咱們張家 二少爺 整個江左就全完了 可 二少爺 只顧兄弟義氣 無數次徒流後患 我卻要為了張家的未來 斬草除根 來 其實說到底啊 我還是喜歡 江左的茶 雖然我們義州和江左 只隔著一條江一座山 但是這土壤的質量 卻是千茶萬別 而且種出來的這茶呀 品質也是一落千丈啊 雖然我們義州炒茶技術 那是舉世聞名 但到底呀 還是輸在了根兒上 茶是好茶 也要有品茶的賢情意志 如今傅先生在這局上 快輸無可輸了 明明要的是大少爺徹走義家 最後卻帶走了 如同廢棋的三少爺 你如何向李大帥交代 張主席 其實咱倆是半斤八兩 我已經聽說了 你在二少爺跟前 其實都已經抬不起頭來了 而且你今天主動登門拜訪 想必一定是遇上難處了 而且這個難處只有我能解決 沒關係 直說無妨 告訴我您碰上什麼難處了 就是義連凱 我要你幫我殺了他 殺義連凱 這義連凱 可是我們義州的人質啊 我們有了義連凱 就可以威脅義家 但是如果把人質給殺了 那不就是給了義家 包括慕容家 攻打我們義州的理由了嗎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我給你保證 義家動不了你 張主席 我倒是想聽聽 你能給我什麼保證 我們張家 如今在江左政壇上 盤根錯節 只要他義濟賠 還是想繼續搞連省 就必須要依靠我們張家 你殺了義連凱 義濟賠想出兵 我張家可以鼓動整個江所 反對他 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韋 挑起戰爭 我就可以讓他名聲一敗塗地 張主席 你當我好騙哪 我們義州殺人 那可是我們不義在前哪 而且義濟賠想扭轉整個輿論的局面 只要三五天就可以搞定 更何況 義連慎它可是馬上得天下呀 你攔得住義濟賠 你攔得住義連慎嗎 我們扶持二少爺 是為了以後能夠繼續在江左立足 可是如今看來 我們張家恐怕是狡兔死 走狗烹 為今之際 我們也不得不留個後手 只要義連凱死了 我自然就會暗中 對李大帥鼎力相助 和義濟賠分庭抗力 二哥 就送到這兒吧 我想你也不想見到芙蓉彩 要不是爹攔著 我可能載了他 二少爺三少爺 明小姐 我娘的織錦還在你那兒 幫我召喚好了 那是當然了 織錦上連著你我的命運 我自會加倍珍惜 二哥 回去吧 活著 活著 小桑 咱們走吧 等等 我還有幾句提起話 想跟三妹說 三妹我們去那邊說 好 真沒想到 今天又來到這個地方 想當初 我爹就是在這兒上的火車 一去再也沒回來 三妹 今日 你要上的是同一趟火車 可得小心姓名 放心吧 有蘭波在 他會護我周全的 這可說不定 沒準 是你護著他才對 萬一這上了火車 又遇上天門會的人 他們一定會看在三妹的面子上 放蘭波一條生路的 你是在暗示 我是天門會的同黨嗎 難道不是嗎 你的那個老情人 現在還躺在浮遠的大牢裡 你就捨得這麼走了 他肯定會很傷心的 不過 情喪 情傷 說不定你這輩子 註定就是傷人的 既然選擇愛一個人 那也就只能傷害其他人了 罷了 你心裡到底如何想我 我也無意探個究竟 大概是很不堪吧 我這次去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來 如果不能的話 你就當是我賠了范先生的命吧 你怎麼向我會看到 你怎麼會是很大 我問我 我為什麼不問我 你這次去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